丹丹 来 有惊喜 所以你是给了多少惊喜我 这是M号这个 这是什么 什么东东 M号 丹丹 校服吧 是校服吗 天呐 这波回忆纱满满的 我跟你讲 我从小到大校服就没有够长过 你这是炫耀 你知道吗 我买的这个是L号 是大的 但我觉得你可能 还是会穿短的 又伤 看他 我相信你 你看我 我跟你讲 你就是绝对就是 当时上学的时候 那种不好好上学的那种女生 就是很痞 是吗 就长了一副痞 这个怎么打不开 她要开电视要干吗 要上课吗 老师 第二套 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 什么 什么 你在跟我说 我们要跳操吗 第八套 广播体操 为什么 为什么 是老年人 是不是现在广场舞也就不过如此 这就是我们学生时代的广场舞 对 对啊 好怀念啊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做这个 永远都是在最后一排 我感觉我小时候没有做这么标准过 所以我没有 小时候没有这么认真的做过这个操吗 没有 我现在已经疼了 酸了 我挺热呀 脏减肥了我今天 还有呢 我觉得我现在只要下去就死了 好染指 我的天啊 累了 真的这么吵吗 我都累了 对啊 我的天啊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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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我老了 我跳不动了 好 终于结束了 太累了 大家都跳不下去了 不行 不行 来 你让这个老姐姐在下方躺一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遗憾了 以前没有好好去练这个 要是每天好好练 也不会后来发胖 你想多了 多了 发胖跟这个可能没有直接关系 艾丹丹你想的时候 会不会在班级里有外号 有 一开始他们会管我叫什么大高哥什么的 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名字 你叫什么 就我的全名不是叫许继丹吗 那个时候大家不都会用英文的语调来介绍自己吗 就走音了 他说我的名字是许继丹 然后全班都开始叫 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了鸡蛋 那你有没有外号 我 我以前不姓张 我以前跟爸爸姓姓姓汪 然后我叫汪达 但是一个小学吧 很多女生男生是不认识那个达字 就叫汪杰或者叫汪达 汪达 其实觉得好幼稚 小的时候都很有趣 但是很容易开心就没有觉得 那会我最开心的是可以买什么贴纸 我买环珠哥哥 对 环珠哥哥 西班娘子传奇 然后还有那个 情深圣女萌萌 对 就一些穷摇戏 喜欢的不行 还有 道明寺 流星花园有没有 那会是最火的 真的 还有那个 你们有没有买磁带 听 有 我当时买磁带 我妈妈还打过我 因为这个 当时她给了我两百块钱去报 课外补习班 就补习英语那种 然后我没有报 我就拿这两百块钱去买了 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卡带 然后被我妈发现了 回来回家真的是 就你现在都学会骗妈妈了 你不学习 你去买磁带 你就不能再听音乐了 然后就真的跟我大发了一顶 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是有点大 就这一次 我记得特别清楚 好疼打的我 你想要淘气吗 你应该很乖 不淘气 我还挺乖 我突然觉得她特别直 你记得你怎么 跟我要的微信吗 咱俩 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吗 我们俩在拍那个 知否的时候 对 一个大长条桌 全是演员地坐着 我在这个角 她就过来 加你个微信 她没有过 你听着 后一句话才说 我就找你 我说你就找我 当时就 这姑娘太逗了 我就好直接 感谢舅舅 让你多了好多朋友 然后后来 因为她就找我 加了微信 我演了她妈 我演了她妈 对 她演了我妈 但是不是这么大的 是她还这么小的时候 我是那个妈 对 就是有时空的错落 对 你看她多可爱 她好乖 一直在我身 她好乖 有点累了 我们一会儿可以去休息一下 去后面 好 猫猫你跟我走好不好 我们去 好困 伴着这个小雨声 睡个假 对 好不好 睡个午觉 走吧 我们去休息一下 感觉下午会雨过天晴 好 好